我们是听众更长大的 谁能听见无敌啊 有必要的 无趣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Music正在看 我是老郑 大家今天有没有捞五条人呢 自从英宗月下二开播后 这个来自广东海风的摇滚乐队 好像住在了热搜上 凭一己之力 撑起了半个月下二的热搜和话题度 人科和阿茂还掀起了全民助力 复活五条人的热潮 微博阅读量高达5.7亿 今天老郑就带大家看一下 被观众偏爱的五条人 到底有什么魅力 都是因为这首阿珍爱上了阿强 才认识五条人 这首歌作为动漫刺客567的BGM 深受大家的喜爱 独特的方言民谣和县城摇滚 个性十足 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啊 就是 土到吊渣有时候 我们宁愿土到吊渣 也不舒服口难 在老郑看来啊 五条人绝对是一支个性十足 充满市井烟火气的乐队 在月下二的舞台上 操着一首塑料普通话 踩着生活气息浓重的人字托儿 演唱前一秒临时换歌 让节目组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导致效果是大打折扣 惨被淘汰 也难怪导演气的在微博骂他们混蛋 不过就是这种自由随性 甚至在竞争对手中都圈了不少粉啊 真的是 他是让我今天晚上最开心的两个人 看不了 我最早听五条人的时候 完全无感 我看他们表演就爱得要死 一年一年后呃 跃下跃落落 欧妈就出了 等我要对出真標 当时你刚才晶落 我跃落无地黑欲 欧妈就后到 对出来真標 其实我们每个人想干嘛就干嘛 在台上 想干嘛就干嘛 yes yeah I got it you 正所谓是你一票我一票 晾载决赛就出道 这个夏天 网友为他们可是操碎了心 不少人都化身网络渔民 狂捞被淘汰的五条人重返舞台 他们也是不负重磅 就像买了复活甲一样 每次淘汰都能原地复活 而且现在仍然排在复活榜第一名 果然是打不死的五条人 他说他们演到现在只有二十场 我说我演了一千多场 我可以教他 他怎么跟你说的 说下面的观众不是人 不是人 不是 给我解释的机会 OK 你要放松 你不要把地下人当人看 把地下人当人看 不会唱歌的脱口秀演员 不是好的段子手 也希望大家除了被他们的搞笑吸引外 多关注一下作品 多听过几首后 你肯定不会失望的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老周视频的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